这当中要特别请你说明一下 比方说我们到保生南总公司 一定会去参观 保生南的动物园 大手钉牧场 这个有很多植物 很多动物 这个在我们去看公司 从来没看过这一幕 这里面南部先生 你的老板也稍微介绍一下 然后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 这种想法 这个点在台湾也很少见的 你来说明一下 他整个集团的这个事业的中心理念 事实上只有一句话 就是解决社会问题 从28年前我加入这家公司开始 因为我是一个讲英文背景的 留美的 学电脑的 你运动出来的 对 美国运动出来的 结果到了这家日商公司 我永远记得呢 我到东京去上新生训练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我接任台湾的总经理 那时候台湾规模就有10个人 不像现在已经到了100个人的规模 我记得28年前 我去飞到东京 第一天的新生训练 他都告诉我们说 解决社会问题 是我们公司诚意的宗旨 他鼓励我们任何新商业 只要能够解决社会问题 你就去做 他说你不要做太多市场调查 但我真的听到这句话 觉得说不要做市场调查 他的观念就是 Just do it 解决社会问题就好 对 他说解决社会问题的商业呢 刚开始一定赔钱 他说Alex 你不用担心会赔钱 他说赔就让他赔 他说因为能够为社会带来福利 能够解决社会问题 他说这种事业呢 最后你一定会赚钱的 所以不用担心 28年前 说真的 我很怀疑 我说怎么可能不做市场调查 台湾人把小孩子送到日本 现在很多人想就地留在日本工作 或取得日本永住钱 这个路到底行不行得通 你给台湾的家长稍微提醒一下 要有什么样的条件 要有什么心理准备 其实到日本去上班 说真的是这几年是趋之落物 过去的确 几乎是no way 此路不同 哪怕你在日本留学 取得硕士的资格 你要想办法在日本找到工作 收得很难 我这次知道 都是台湾来的 对 很难 现在门户开放 所以说大部分的留学生 只要你想工作 基本上你都可以找到工作 那当然就到那边去工作 其实有三个选择 第一个 你可以选择日商 当然绝大 95%可能都日商 第二是在日本的台湾的企业 也是有可能 如果说你的日文能力 可能不是那么的好 你可能可以进台湾的企业 再来是欧美商 在日本的欧美分公司 有可能你的英文很好 日文不怎么样 欧美商会用你 所以说有很多不同的选择 所以换句话说 只要你所具备的是有语言的能力 你有那个胆识 甚至说其实在日本 他倒不一定说一定要有工作经验 他有时候反而是欢迎这种 我们所谓的Green Hand 就是没有工作经验的 直接到日本来上班 所以你刚刚讲到就是说 当日本现在开始 对国际人才这么开放的时候 台湾其实我们在外劳 就是每次都在想外劳 怎么引进外劳 但是从来没有想说 我如何在全世界去争取 最优秀的人才到台湾来工作 这一点我想你可以给政府建议一下 对 我觉得我们的Mindset 就是我们思考的模式 就是说在人才政策方面 你到底是心力还是储币 对 我觉得安倍政府是心力 对 那我觉得台湾是储币 所以说包括我们所提供的一些 政府的政策 人才的政策 包括这种我们讲说就业金卡等等 利益非常的棒 但是我觉得不够开放 不够积极 太严格了 太严格了 那租税也不够友善 你看别人像香港租税17 我们新加坡20 我们40 你绝对找不到人 对 像日本将来还有一个改变 就是日本的手头税太高了 如果日本再稍微降低 不得了 对 所以说人才政策方面 我觉得说政府应该用更开放 例如像说我们讲说留学生 在台湾念了四年大学的留学生 毕业之后 以前是毕业之后 希望你赶快回国去 不要留在台湾 你不要留在台湾 跟我们青年朋友抢工作 对 但是这种观念 应该要转变了 对